这写了个四是不是四块钱 一千五啊 编号 这个猎拳记录啊 你跟我说一千五啊 你是属狮子的吗 张这么大的口 我穿教正常吧 你还掉 两百块钱 这钱 重钱那么好就是有点猎 啊余修这是一点吗 给一个卖价的 这写个四就是四百的意思啊 那有没有写一的一百块钱呢 可以 我再给你加一点吧 三百 这钱 总水其实还可以 但是它猎太多了 我不确定它能不能出 你懂吗 能出的话 那就有的赚就对 拿回来拿回来拿回来 你这么好 哎呀上一让吗 哥 给点机会好不好 再加二十 加五十吧 二十都是人情价 我跟你讲啊 人家我加都不加的 我就直接走了 可以啦 哎呀 来我跟你转了 三百二十回来的料子 带你们看看什么叫猎神蜘蛛王 这个是不打灯的样子 全部都是纹裂 打灯看一下来 天呐全部都裂进去了 之所以买它呢 是因为这几个四花 还是挺不错的哈 我们现在就要赌 这几抹四花的地方 看能不能出两块小牌子 如果能出的话 那就赚翻了 因为它是肯定出不了大牌子了 来吧 我们先看看今天哪个粉丝的心愿比较合适 今天这位哥哥说 桃子 今天开年到现在呢 都没有赚到什么钱 正好啊 我最近总是刷到你的视频 看到你做的山水牌 挺好看的 我想要一块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不用太大劲啊 比较适合日常佩戴在身上的要低调 内脸一点没问题 这就给大哥安排上 大哥的山水牌已经起货了 不过很可惜啊 这件料子小牌子只能出一件 不过好在这一块料子 它的品质还是非常高的 色高好翘在山上 山为靠山水为财 而牌子雕刻的这个水潭和舟船 则是寓意着财源不断 一帆风顺的寓意 那就六百八露给这位大哥吧 还想看桃道做什么题材了 欢迎订阅记录点 告诉桃道